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欧洲待着特别的冷清 我觉得你以前不讲过一个笑话吗 说中国游客就是去瑞士 然后一开始就醉痒 要呼吸那个废气才可以活过来 我突然发现有点对 我有时候闻到一股废气味 觉得这是我熟悉的城市味道 熟悉的气息 我就爱闻尾气 有汽车一过我使劲吸鼻子 芳香的一种味 所以喜欢住在北京 咱们就因为北京新闻多 北京谣言也多 其实某种程度上 北京人给很多外地人都不好的印象 就是因为它是个信息中心 而且这个信息一传出来 你就能感觉到人性里边的这种损 但我说谁呢 我就说赵本山 赵本山 我们先代表他的徒弟 屁一屁谣 微博上就发出来了 说我师父 今天我们的话题就是二十吨黄金 赵本山 但是我就说人家徒弟发这个微博 辟谣了 说这个我师父你看在干嘛 在打篮球 但是你看看这张 但是你看我一看这张照片 我就乐了 我怎么觉得他穿着背心 有点像牢里的那种背心 像那个扫地的反反光 这太损了 对 这个 咱们就是说明本山大叔身体还健康 我 绝不是损他 你知道今天的这个 这个叫大数据时代 所以从赵本山的这个问题啊 你可以看到 将来的这种某种 调查如何进行 你知道他们给我看了一篇文章 这是完全是个技术性的一个文章 好家伙你知道就是在用电脑的自动搜索 能够搜索出 如果说赵本山家里20吨黄金这事是谣言 那么这个谣言的源头是在哪 然后你知道他一下能搜寻几百万个这个微博 就按时间点嘛 哎 我可以给你看看这个第一个照片 你看 这个首先大数据显示出来的就是从这个20吨这个事一出来 那天晚上8点开始 赵本山的知名度陡然就这个就这个态势 一直上到10.2k这么一个高度 然后呢 为什么说我就说要要要要要要导 行了导演不用老看那个了 就是为什么我说要查这个呢 他拿着他说到底谁谁说的 最后说最后范围缩小到什么呢 呃用20吨和4万斤黄金两个关键词进行搜索 哗又搜索出多少个微博 反正就是这种只要只有大数据才能一夜之间找到最早的是谁呢 是一个名字叫老陈的微博 啊 陈到底的那个陈 呃 而且还好像还考证出来这个所谓老陈呢 是新浪的一个前的原的总编辑 对啊 现在走了呀 对他走 前一段还到的就是大家都都挺风波的嘛 这个事情都知道 哦 还是知名人士 是知名人士 我是咕噜广文 哎 那么他出来 把他弄出来了 说你是这个头 可是人家也没造谣 你就知道什么叫以讹传讹 嗯 就是说他这个文 这个微博原来写的是什么呢 他写的是说 4万斤黄金呢 嗯 那可是20吨呢 这句话 你现在哪来的 跟这种不相干 这不相干嘛 是智取微虎山的台词 我看过了智取微虎山是8万斤 40吨吧 好像啊 他可能也减了一半 他可能减了一半 他一说是这个是20吨 因为我昨天晚上刚看的电影 我觉得这不是那电影里的台词吗 对对对 你知道他先感叹的是觉得那个度量横的问题 就解放前一斤是多少 所以他是看了智取微虎山这个电影 他发了一个感慨 就是说4万斤 那可是20吨呢 但是再传了几首呢 赵本山的名字就出现了 主要关键在这里啊 你这怎么嫁接 对可是你这个嫁接的在哪呢 再看下边 你再看下边 好 你看这老陈这不又发了吗 一个智取微虎山 兄弟我是觉得这句台词有问题 说解放前一斤已经是500克了 你知道吗 这纯粹 这结果你说 把赵本山当作山雕了 就传定这样 这个他还是没查好 他要查到这个数据 跟赵本山的名字 怎么连起来的 才是这个谣言的源头啊 要不然呢 你还得查蹲啊 你还得查公斤啊 你还得查零啊 这都不是谣言啊 学术的言请 徐老师的学术言请 所以这就可以知道 这一件事情 我们就可以让我们了解 在今天这个社会里啊 就是说一个事啊 他真的就是像 我跟你说个什么 你跟他说个 传到对伪的那个人 就不定传成什么样了 但是主要还是因为 大家对钱的兴趣 以及大家对赵本山的关心 导致了这个公共兴趣 对不对 但是真正值得注意的 不是谣言 而是真言 这个 我现在也不太清楚 人民日报海外的 这么一个微信 海外版微信 公众号 对 叫辖克岛 辖克岛 这位岛主 这位岛主写的这个文章啊 他到底是 什么背景 这个我就真是不懂 但是 但是觉得呢 他写的这篇文章 就是 我觉得这个行文呢 特别有意思啊 一方面呢 他这个行文呢 让我有一种 个人写作的感觉 因为很多是个人化的一些 像杂文的比较 像杂文的这种比调 可是呢 他这个定的这个调子啊 又感觉像是决定性的 这么一种语气 你知道吗 比如说 赵本山已经脱离了 这个主流文化 那么他就等于 无异于进入囚笼 无异于进入了一个囚笼 他主要还是裸列了一些传言 什么买飞机啊 公司啊 那个公司的文化 徒弟拜啊 就是用了这么一些并列的 也好像没有直接说不好 但是凑在一起呢 给一个很不好的印象 我看到这个文章的感觉 我的感觉是三个 第一 赵本山我喜欢 我过去喜欢 将来也喜欢 就很简单 第二 中国赵本山太少了 因为太少了 所以他变成了一个行业垄断 什么刘老公大剧院啊 就是各地都是以他的名义 变成了个文化工业 我这个不喜欢 我觉得应该有 他是一个好的演员 不一定是好的老板 他变成个 那个 这个赵本山 娱乐公司 我这个 尤其是那个黑龙江台啊 整天放他的节目 你到了东北 每个城市都是他的剧院 这个变成了文化垄断 我觉得不大喜欢 第三 要是经济上 什么什么会所 钱跟什么人有关 我觉得那就应该通过 法律系统去指控 你没有 大家都知道嘛 这个刑法 都多少条都有规定嘛 你在人民法院宣布之前 我们必须 就不能判任何人有罪嘛 所以我们不能靠传言 闲言碎语 这种瓢打出去造成一个印象 好像赵本山出事了 到底出的什么事呢 他不能让我们发笑了 开玩笑 作为演员 我有让你们发笑的时候 我不发笑也不是他的罪 对不对 千万不能把什么黄金啊 飞机啊 什么这种东西搞成 这些东西要查 你就另外分开去查 那个 那个作为一个公民的赵本山 当然可以查 但作为演员的赵本山 我还是说 过去喜欢 将来也喜欢 可是我们不讲得意双心吗 您刚才说的那个就是 一个是在德方面 他就是 他就是罗列了 他向那些土豪去靠拢 越来越不像个演员 像一个土豪嘛 这样去说他 另外一个 就是意嘛 意他就觉得 你在这个方面 你不能让大家去发笑了 你脱留了主流文化 但我也觉得 什么主流化 我觉得我们主流文化 也 向来不是很好笑 蛮严肃的嘛 但更多是不是 他脱留主流文化圈 因为你 很多时候 你现在看不到他的 他在去出现嘛 在舞台上看不到他 什么叫这个主流文化 我跟你说 我有一个很现场的 一个感受 这个广告之后 我跟你们讲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我们下期见 赵本山 你甭说主流文化 就说他会不会过时 他一定会过时的 就像我们每一个人 这是自然规律 是吧 任何活着的人 你都早晚都会过时的 那么你比如说 就像我原来说陈凯歌 对吧 哎呦 我认为 他拍过一个霸王别姬 姜文 拍过一个这个鬼子来了 阳光灿烂的日子 不要说他以后拍的片子怎么样 对吧 一个人一辈子有这么一个作品 我作为观众 我永远感谢他 鬼子来了到现在都没看过 什么呀 鬼子来了 鬼子来了是吧 行 就是说 这个 我就说 这个像赵本山这种过时不过时 我最近有一个感觉 你知道 我这个岁数 乃至于你这个岁数的人 其实我认为存在普遍的焦虑 我这个岁数也有 你不要刚说你 我那是80后的 我们现在需要向你们 我不是80后 我得拍上80后 你看人家那个葛优 葛代爷 最近就接受采访 我就发现他就流露 他会说 因为他一直是个很自谦的人 他就 但是他会问记者 他说这个 我过去啊 经常都是跟这个首章合作 冯小刚啊 姜文啊 他说 我觉得以后啊 我是不是也得跟年轻的这个导演 合作一下 然后他反反复复就念叨 说你 你们还爱看我这张老脸吗 就说你们 是不是看烦了 但是他会有这种感觉 你看前 前几天 我去就主持 一个电视剧的颁奖典礼 在一个剧场里 我跟你说 我就说我这个现场感受太有意思了 这个 他们说2014年两部剧王 一个是咱知道的北平乌战士 一个是古剑奇谈 你听说过吗 没有 俩剧王 但是俩剧王的受众啊 截然不同 可是你知道相比之下 咱们在上岁数的人稳重一些 对吗 你比如说北平乌战士 包括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 这种剧目得奖的时候 上来 主要是这个坐在前面的 这些这个 就是咱们这个算数的人 就是适度的鼓鼓掌 对吧 就是 但是呢 你知道 但凡有一个 好像叫什么 李一峰啊 什么 胡歌呀 钟汉良啊 哪怕包括吴奇隆 钟汉良这很大年 吴奇隆也很大年纪了 我那个时候 他们还行 步步精心之类的 对 他们是 他们就是说 就是找到了道 你知道吗 他们还没过时 就是说 这个名字 一上来啊 后面尖叫 底下就是 你知道 那个时候就是 所有 因为制造最大声音的是青少年 中年人制造不了那么大响动 对 哎呀 我那天就深深的感觉到 毛主席讲的这个话呀 是智里鸣言 就是说 世界是 世界是你们的 也是我们的 但是归根 归根结底是大家的 但是你知道归根结底 你交给年轻人的时候 他们已经是中年人了 我不认为年轻人 真的能掌握这个世界 我前几天跟我朋友说了一句 我自己觉得很自豪的话 说我就是说 我绝不像年轻人鲜媚 我自认为我自己其实也到了一个 这是我说的 你听错了吧 我跟你说 这也不是我说的 这是伟大的胡适先生说的 真的吗 对 胡适先生当年就说过 因为现在很多中年人 就喜欢这个 趁着当青年领袖嘛 这青年偶像 这是话里话外的 其实就是跟年轻人鲜媚 胡适在当年呢 有见于此啊 就说过一句话 他就说 我是不向年轻人鲜媚的 就有这么一句话 但是你知道 胡适的观点 今天也在受到挑战 比如说今天 我还听到一种这个观点 你就像那个 逻辑思维的罗振宇 我那天听他 讲一句什么话 他说啊 现在这个时代啊 你要是看年轻人不顺眼 那多半你就是老糊涂 你可以简单的这么判断 你完蛋了 你没有理由 看着年轻人不顺眼 你只有向他们学习 你只有跟上他们 你看 这是现在病例的另一种 凡是中年老年 嘴里在说 这个向年轻人学习 或者说原谅年轻人 那就说明 这个社会的主导权 还在中年老年手里 因此呢 你才可以这么大度的说 啊 我们要原谅年轻人 我们要提拔年轻人 我们要 如果年轻人 真正主导社会的时候 是什么 现在1914 1915吧 2014吧 再过三年 两年 就是胡适 1917年发表这个文学改良处义 就是文 五四文学革命的先生 换句话说 再过两年 五四运动 一百年了 就五四那个起 那个一百年的时候 除了鲁迅是八零后 陈独秀是八零后 其他全是九零后 记住哈 再过两年 这个社会的 什么要你别的人来凭什么 整个社会的主流 是 是胡适 啊 是这个这个 矛盾 是八经 是整个这批人 革命 周恩来 毛泽东 是这批人 当时都是九零后 你想想 回到一百年前 那才是青年人 痴称 这个 知仓中国社会 少年中国啊 我们 我们在回想 这一百年以后 我们的社会啊 衰老的 都什么程度 我觉得这个 湖南卫视的成功 说明现在还是少年中国 我觉得我们说的是 很多不同层面的问题 我讲的是主流意识形态 我明白你的意思 就是 其实你刚才说的 你说要不要像 像年轻人去 去献媚 更多的是 要去取悦他们的口味 对 但是呢 你说的 要让他们学习 我承认当然要学习 因为技术 最新的技术 是由他们最先去掌握的 就你比如说 在一个家庭里面啊 我们以前觉得 就是家长 他更加有权威的话 是因为他知道的东西更多 我现在看到过 很多的家庭 家长说了什么以后 那个孩子在那iPad 什么 然后他一去查 他一搜索 你说的不对 这个我知道了 他先天没有觉得 你因为年纪大 你有一种权威感 那么你从学习技术 掌握新潮流 这个方面 你肯定要去 你要向这个青年去学习 这是两个不一样的 那么您说的 又是青年人 在这个社会当中 他们不觉得 自己是生产力的 这个主力 他们在很多时候的 他的往社会 梯接上去 整天就是一银权利 你这就是权利哲学 我说的 这个很简单的 就是说 谁当红 谁实行 你知道 为什么上次 咱们谈赵本山的时候 获得观众的好评 说这个听了这么多 就我们说 什么时候 我自己编的 就是说 我们上次就讲 我不同意针对人 但是我总是觉得 这个问题 比如说人民日报 提出来的一个问题 你不要针对赵本山 但是他确实 引起我们讨论 就是说 不仅他一个 就所谓这种主流文化 所谓这个长江后浪 推前浪 这种现象 你比方说 我举个例子来说 年轻人代表着什么 生活方式也改变了 比方说赵本山当年 烙的是农民 老农民的壳 老农民的幽默 可是现在中国的乡村生活 都改变了 老实说 连农民都不穿赵本山小品里 穿的那个农民的 老农民的衣服了 再者说了 就是说 你比方说 我现在发现 你说相声会不会消亡 我希望 而且我也认为不会 可是我不得不承认 甭管品位高低 那是另一回事 现在 听了真能让我笑的 就一郭德纲 但是这样的话 是没什么戏的 对吧 你就就这一个 对吧 那但是 当此之际 我已经发现 就是我身边 很多90后的 尤其是小妹妹们 他们都不听相声了 他们都不听相声 他们看见郭德纲 就会说 那个说相声的 因为你知道吗 整个这种 他相声代表着 这么一种 所谓市井文化的 这个唠嗑 对吧 你看你注意到没有 郭德纲 在改变他的相声 要再按说 老的时候说的 说哎呦 饿肚子 饿成什么什么样 你不符合 今天年轻人的生活 他们为什么就不能改呢 他们自己 他们这些做 就是做文艺的 就是做幽默小品 他的内容 为什么他就 他不能突破他自己 就是为什么呢 那么你在国外 看到太多那些 做那个talk show的 几十年 对吧 太多了 那为什么他们不能改呢 这与世俱进 不我觉得 这个主流这个字 在我们这里 是两重定义的 你刚才讲的是 主流文化 主流文化是从娱乐工业 那这个主流文化 湖南卫是现在代表的 另外一个主流 我们通常讲的是 主流意识形态 主流意识形态 讲的是主旋律 我看那篇文章 讲赵本山脱离的 主流文化 更多的是 指后一个意思 他说他每个地方 都不请他去开会 你明白 主流文化圈 对 怎么主流文化圈 他讲的主流 是另外一个意思 你讲的我非常理解 但是我就觉得 香港还不错 那香港那四大天王 全都五十岁了 各个青春换发 你说的对 对不对 他们怎么没有危机 你看这个刘德华 哪有什么危机 我看他 当然他也许看不出来 至少他看出来 他没有什么危机 他还是照样 也许年轻人不大喜欢他们 但是至少他作为一个艺术家 他们撑了 撑了几十年了 啥道理呢 啥道理呢 我给你举个 很简单的道理 我觉得香港的 某一个明星 他是一个工业里的一环 这个工业在先陈代谢 再往前 你知道吗 他自己 你比如说中国的这个 你就包括姜文 包括赵文山 你发现中国 张艺谋 中国的这种 都是家族式的 小农经济 就是完全就一大哥 就是个文化工业 用小农经济的方式 就一大哥 是吧 最懂行的就是我 你们 你比如说就像我 见过冯小刚 拍一次电影 你知道中国的问题 是工业水平落后 所以你比如说 你就会看见 冯小刚一个导演 他去说 你那个服装 你找的是什么服装呢 你找那服装 连我都看不过去 这很重要 你知道吗 但是在香港是什么 你有这个最时尚的 服装师啊 他教刘德华穿衣服 他随时告诉刘德华 现在流行什么 你的头发得改一改 你再红的明星 你也要跟大企业签约 而你不是自己做老板 是 所以你是随着这个工业 你不会老 个人很难说 咱们去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这个有道理 所以你看 我就在老想这个一个 艺术规律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 我刚才咱们讲了 这个赵本山会过时吗 好像是早晚会的 对吧 包括今天的很多艺人 他都会过时 对不对 可是 世界上 为什么又有永恒的东西 有没有永远的东西 我到最后 我也琢磨出一结论 你们听听怎么样 我觉得是什么 活的都会死 死的得永生 你比如说 就是说什么 你活着的人 都会过时的 可是 你死了 对吧 或者说 你比如说 博物馆里的东西 都是死的东西 死的东西是永远的 死的 死的东西 可能是永远的 有首诗是这样说 有的人活着 你才死 有的人死着 他还活着 对 上课家的一首诗 可是我刚才在想 你问什么是 什么是 这个永远的 如果说 谈在这个艺术方面 我会觉得原创 是永远的 会不会 就是说 你任何的时代 你自己创造出来的 这个东西 它是有个性 是原创 那么为什么 像赵本生 他们那些都不行了 你其实他那篇文章里面 他有讲到 现在网络的兴起 他们过去 民间艺人是靠裁风 就是民间有一些 口头流传的笑话等等 他们去搜集来 那么其他人 他们也没听过的时候 你传播出 大家会觉得就很可笑 那么你现在网络 他都是在网络上 去找段子的话 你就不觉得很可笑 但他原创的 那个能力又不强 就你说的 他如果是一个小农家的班子 做的话 他弄来农去就那几个人 没有一个班底 去创作最新的东西 没有原创的那种生命力的东西 所以慢慢的就会哭解 我倒不觉得赵本山会过世 因为我觉得娱乐的 这个大众的这个东西 只要你有一段时间非常红 有一段时间非常红 就应刻在这个时代里面 你就不会过世 像猫王 像劈头 就是说 人家讲起那个时代 人家就会说 那一个时代 人家看什么东西 看侯保林啊什么 但是另外一种东西呢 就是纯艺术的 严肃的东西呢 它的存活率会比较高 为什么 因为它从一开始创作的时候 就要做一个 独一无二的东西 就是独一无二 就是对人性 对艺术形式 对于整个文类 文体 你想多斯多尔夫斯基 托尔斯泰 这些鲁迅啊 这些东西 所以他只要站住了 他就一定是永恒的 除非他站不住 而通俗的东西呢 大家比较容易站住 但那比较难永恒 那就有句话说 时间是检验真理的 唯一标准 我现在发现啊 不对 跟他谐音的 时间是检验真理的 唯一标准 那多长的时间 多长的时间 十年还是百年 还是 更长的时间 就比较短的时间 更有权威 你不是最典型的吗 五千年的 这已经可以盖棺论定了 你比如说孔子 人早已经死了吧 但是你看 他的这个盐 他的话 是永恒的 绝对为您播出 健康新概念